大家要準時收看 台灣小孩讚 你的左手一舉 右手一回 都牽動我的心 你那忙碌最新 跳動的美語 看來都有意義 聽聽我的手心 看見我的聲音 我的喧頭點點目睹 又離又好近 聽聽我的表情 看見我的心情 進入我的世界 原是這麼的容易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叔 大家好我是連喬 歡迎收看聽聽看 小叔 我們常常說 養兒育女不容易 尤其是教育這塊 這點我想小叔 你應該現在有很深的感觸吧 沒錯 尤其是隨著孩子 一天一天長大 他們也越來越有自己的想法 你知道嗎 他們小的時候幾乎媽媽說什麼 他們都會相信 但是現在是媽媽說什麼 他們都不相信 還一直問為什麼這樣 為什麼那樣 哎呀 簡直是問到我頭昏腦障 說到這個親子間的十萬個為什麼 我那天呢 聽到一個很有趣的動物親子笑話 說出來跟你分享一下 怎麼樣 哦 好啊 說來聽聽 啊 話說啊 有一隻對什麼事都充滿好奇的小駱駝 有一天在吃飯的時候呢 他又發揮他愛問的本事 開始問他的媽媽了 問為什麼 哦 我是隻駱駝 媽媽 為什麼我的眼睫毛這麼的長啊 哎呀 好孩子 那是因為啊 沙漠中的風沙很大 當風沙來的時候啊 長長的睫毛啊 才可以讓你在風暴中 也能看得清楚方向啊 哦 我懂了 但是 為什麼我們的背上要有高高的陀風 啊 哎呀 那是因為啊 當我們在乾旱的沙漠中行走的時候 陀風呢 可以幫助我們儲存大量的水跟養分 這樣 我們才能夠忍受沙漠中沒有水沒有食物的日子呀 啊 哦 那為什麼我的腳掌這麼大又這麼厚呢 啊 因為啊 有又大又厚的腳掌 才可以讓我們在沙漠中走路的時候 不會陷入沙子裡 走不動啊 可以繼續往前走 哇 媽媽 媽媽你真的好厲害哦 什麼都知道 我現在才知道 原來我在沙漠中 是這麼厲害啊 可是媽媽 那為什麼我是住在動物園裡 而不是沙漠呢 啊 哎呀 媽媽也不知道 我們為什麼會在動物園裡啊 哈哈哈哈 好了 節目一開始啊 跟大家分享這個小故事 主要是要告訴大家 就算是天生我才 也要給他一個正確的舞台 才能發揮專長哦 嗯 嗯 沒錯 尤其是有很多的沙漠朋友啊 我相信只要給他們適合的舞台 肯定也會發光發熱哦 嗯 那我們趕快來看看 今天用哪些精彩的 沙漠朋友的故事 嗯 聽聽看 請看 聽仗的孫樹良是跆拳道教練 經營在跆拳道世界已經超過40年了 他曾經在1999年拿下世界聽仗舞蹈錦標賽的雙料冠軍 也曾經在2009年台北聽仗奧運中擔任跆拳道項目的裁判 年過半百的他用熱血和勇往直前的毅力 在無聲的世界中排出一片天 以前呢 在跆拳場上拼了命的 跟對手對打 年輕比較好鬥逞強 漸漸邁入中年呢 想法就不一樣了 呃 覺得這樣不好 不應該侵犯別人 呃 太太也希望我能夠修身養性 這對自己也好 她說應該強調武德 呃 所以後來呢 我就把它當做運動健身了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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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要介紹的這位熱愛跆拳道的聽仗朋友 他叫孫樹良 他八歲的時候啊 開始學跆拳道 曾經因為養家活口而中斷了12年 都沒有練習 但是呢 他仍然放不下對跆拳道的熱情 直到十幾年前呢 才重返道場 他今年呢 已經 五十四歲了 仍然繼續練習跆拳道 為什麼他會這麼堅持呢 一起來看看孫樹良的故事 出生在韓國釜山的孫樹良 上面有四個姐姐 全家只有他一個人聽不見 而這場在三歲時導致他耳龍的高燒 雖然是一生的遺憾 卻也是督促他前進的動力 以前呢 我希望能夠用口語來溝通 非常不喜歡當個龍人 為什麼呢 因為沒有人可以講話 小時候沒辦法跟朋友互動 沒有朋友 只能夠自己孤單一個人 有小朋友用口語問我 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幾次之後呢 他們就覺得我呆呆的 什麼都不知道 會故意朝我辦鬼臉啦 惡作劇啦 我一生氣就跟他們打架 但是每次打架每次都輸 那個時候啊 我還沒有學跆拳道 才八九歲不懂事 就手腳胡亂打一通 什麼都不會 幾天之後呢 看到有一群人圍觀啊 我走上前呢 急到人群裡面去看 哎呀 才知道是在打跆拳道 我發覺怎麼那個人 都可以打敗對手呢 而且動作優雅 腳踢得好高啊 讓我相當的震撼 我好欣賞他 我就跟我媽媽說啊 我想要學跆拳道 媽媽同意之後呢 我就開始練習跆拳道了 十三歲的時候 樹梁跟著家人來到台灣 從此在台灣住了下來 同時繼續學習跆拳道 然而聽不到 也讓過程比聽人更加辛苦 其他都是聽人 只有我一個是龍人 還是很麻煩 發生情況也聽不到 訓練有難度 還是需要口語 只能夠加倍地練習 比如說啊 早上六點去練習 下午四點半呢 再去練習 晚上呢還要再練習 一天練三次 老師知道啊 我聽不到 會直接用手 幫我調整姿勢 我了解以後呢 再繼續練 慢慢地 程度漸漸地跟上其他聽人 甚至超越黑代的他們 因為我練習的時間最長啊 因為我練習的時間最長啊 我很開心可以練成 我希望孫教練在練平式的時候 不要急 平式他的主觀意識非常強 那我希望他穩穩地打 那平常在練習的時候呢 注意自己的身體 不要因為說很心急 然後就想要達到某 像年輕人這樣一個程度 那當然教練也 常常規勸我 說要放輕鬆 那這樣子的話 我相信這條路我們會走得很長久 對跆拳道有著異於常人的熱愛 同時也樂於分享的數量 當年在台北起初念書的時候 就常常熱心地充當小老師 幫忙指導天障同學 而如今 在多次國內外跆拳道比賽 累積出豐富經驗的他 小小的心願 就是想把經驗傳承給 學習跆拳道的年輕朋友 好厲害的功夫啊 我現在呢 來到的是台北木杖的道館 從小呢 在跆拳道館練習的數量啊 長大以後啊 自然而然地 就成為一位跆拳道教練 他很喜歡教小朋友練習跆拳 帶領孩子們又提又叫的 十分有趣啊 孫教練他為人很風趣 那很熱心功力 他常常就是 來道館的時候 因為我一個人 如果在上課的時候 有一點累 那或許有一些小朋友的動作 沒有辦法 就是很面面俱到 他都會很熱心地 來幫我指導這些小朋友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 三四五六七八 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小孩子啊 最好先把肢體練柔軟 打好基礎 將來長大呢 才學得快 很好 很標準 四五七八 你教技能學生是嗎 是啊是啊 他們不會手語 要怎麼溝通呢 有動作 用眼睛看 比如說 馬步該怎麼站 後腿要打直 不能夠彎曲 面向前腿的方向 我幫他們糾正動作 你試試看啊 這樣嗎 握拳 肚子 這裡扣分 扣分 扣分 好 可是你肩膀太緊了 逼著頭啊 也會被扣分 我看看啊 對了 很好 你啊 目前站的是呢 弓箭步 好 非常好 雙手握拳 放腰際 這樣很好 翻發畢業證書 各位知道嗎 以前呢 我也練過跆拳道 看我怎麼打贏這些 後生小輩啊 贏了吧 我以後也可以當教練了啊 我打拳 你看我的動作 好 他從來都不會說 我覺得你哪裡不好 是那麼多 從來沒有這樣 對 所以我一直都覺得 就是教練是個很好的老師 很好的前輩 而且 我們在跟他講 譬如說教練你這個動作 手可能要高一點啊 手可能要怎麼樣 因為他比較 他很注重小細節 可是他要顧這麼多小細節的時候 會忘記 對 那我們每次跟他講的時候 他每次都是 噢噢噢謝謝謝謝 每次喔 就這麼長時間以來 對 所以我都覺得他 又很客氣 然後又很 模型 我覺得他是一個 他很懂得 爭取自己想要的比賽啊 或者是 想要的生活的人 因為 很 很難得看到 這麼年紀大的身受 而且他自己有工作 然後有家庭 已經有自己的正事 然後還願意花這麼多的時間 跟我們這群 毛頭小子相處在一起 對 就覺得他真的很堅持他自己要的東西 嗨 請請請 請請 來到樹良位於永和的家 我們見到了他的太太 樹良和太太是當年 在韓國時候的青梅竹馬 後來樹良搬到台灣之後 兩人有一段時間沒有聯絡 直到樹良大專畢業之後 兩人才再度重逢 並且決定走上紅台 這是結婚照 在韓國結得婚 在韓國啊 這是我爸爸還有我媽媽 你訂婚的時候看起來好高興啊 不贊成 不贊成 不贊成啊 因為我全身上下都是傷 她的膝蓋有傷 讓我很擔心 她怕 改成品勢之後呢 只要做動作 就當是運動殘身 不要對打 婚後生了兩個女兒的樹良 一肩扛起家庭的經濟 太太則專心照顧孩子 如今大女兒已經開始工作 小女兒也念大四了 最讓夫妻兩人欣慰的是 兩個女兒都能用手語和他們溝通 他們啊都很認真的學手語 真是太好了 你們會手語啊 我好開心啊 以前手語學不太會 慢慢就比較順了 可以溝通也可以多幫忙你啊 你很容易被誤會是龍人 因為你會手語 吹像龍人 在學院上面部分是會兇啊 然後還有一些 比如說我們做錯事情 一些教導方面 她的確改兇還是會兇 因為畢竟我爸他很喜歡教書 就是跟朋友多做交流 所以看到他在外面聊滿開心 就覺得還挺好的 這是他的興趣 好 這種煙黃瓜台灣也有 比較酸 這個比較甜是韓式的 到底味道好不好呢 看起來是家常料理 也很清爽 不會發胖 像山東的口味 好吃 你看這是老二小的小 我從小五開始學嘛 然後國中就是有參加跆拳道校隊 所以我差不多練到國三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會不練是有兩個原因 就是第一個是因為我那時候膝蓋有點受傷 所以爸爸就覺得 因為畢竟還是以鼓鼓為中 所以就是乾爛可以休息 然後第二個是因為 比賽的時候我都會 膽子真的很小 爸爸就覺得我好像 不太適合去比賽 不錯啊 樹梁在韓國的時候 曾經教過女兒跆拳道 現在呢 就讓她們重溫舊夢 看父女兩個 還記不記得一些招式 是 以前比賽的神情啊 腳踢這麼高啊 這張啊 是我八歲的時候 在韓國 哇 對跆拳道這麼著迷啊 才八歲就開始練 一直練到現在還在踢啊 她每次在搜那個照片 或獎牌的時候 她都會擦一擦 然後就是想要拿出來的時候 媽媽就會阻止她說 家裡很多東西了 然後爸爸就只好看一看 就搜回去 放在裡面的就看不到了 如果朋友來家裡啊 想看數量以前的獎盃呢 那就再拿出來給大家看 拿出來一個個擺在桌上 等他們看完了 然後再收起來 看完了以後再收起來 對 太累了 拿來拿去的 收在櫃子裡面啊 別人又看不到 這樣太可惜了 她無所謂了 夫妻兩人啊 彼此體諒 感情呢 才能夠長長久久 攜手到老 對不對 對…沒錯… 她老婆真的是很好 她喔 其實是很溫馨的啦 她對她老婆真的是 我看一般人能夠做到她 像她這樣不簡單 她每個禮拜都會送一朵花 送給她太太 偷偷講 對… 我偷偷告訴她的 沒錯… 沒錯… 目前在台北成功高中工作的 樹良 在同事的眼中 不但是個愛妻的模範老公 也是個認真負責的好同事 樹良呢 熱衷於跆拳道 曾經在起聰學校當教練 不過啊 因為有合約的限制啊 再加上必須要養家補考 幾經考慮呢 她決定選擇在學校當公友 現在呢 我來到了台北市成功高中 樹良就在這裡工作 跟我來吧 樹良在我們學校呢 主要會幫我們負責一些 圓藝花卉樹木的修剪 那之前大家記得 有一次蘇迪勒颱風 那一次的樹倒非常的嚴重 那一次呢 在假日的時候 我就提前來學校看一下 學校的狀況 那剛好在那一天禮拜天 下午 我們樹良大哥 他也來到學校 也在關心學校的一些 樹倒的情況 也做好了計畫 那隔天禮拜一之前 很快的就把一些 島下的露樹 一些樹枝 把它修剪完畢 這個我覺得它真的是 非常的貼心 而且對學生 師長們的一個 在學校的安全 是非常用心的 安全就好 謝謝 你是一位跆拳道高手啊 但是在學校當工友 心裡會不會有一些遺憾啊 我曾經慎重地考慮過啊 我原本是老師 轉來這裡當工友啊 可以抽空去大學補修學分 但是有沒有時間呢 再者啊 身心障礙特考 不一定能夠考上 所以我覺得 這份工作很不錯 曾經有聽人老師 跟我說啊 以前我在起從學校當老師 怎麼降格來當工友呢 我覺得還好啊 沒什麼不對 而且北中南 三所起從學校的老師 原額也全部都滿了 要等多久呢 還不如先來當工友 先有個工作再說嘛 那之前還有一位導師 他很重視學生的生命教育的這一塊 他還跟我提到說 那我們素良大哥 他本身又有武術的專長 讓孩子來看看他的一個武術的表演 也讓孩子分享這個素良大哥 他對於生命的一個熱誠跟進去 我們學校也有一個工友很厲害 就是跆拳道很厲害的 之前我們導師有請他來我們班上演講 他在我們班直接展演跆拳道上 就覺得好厲害 保護眼睛 鞏固勢力 該休息一下囉 從學校下班後 數量也沒有閒著 對教學很有熱情的他 總會利用空閒時間 到慈濟免費交手語 這一交就是七年多了 一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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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熱忱 很愛心 又很有毅力 因為我們有個讀書會 他從奧運的時候到現在 目前都還一直在進行 看起來像五十歲 對 很年輕啊 我當然喜歡教手語了 因為我以前在啟宗學校就是老師 我認為手語呢 可以和人生教育做結合 來這裡教手語我很開心 一個月 嘴巴鼓起來 來 一個月 一個月 十一個月 十二個月 很好 嘴巴有鼓起來啊 不錯不錯 很好 我覺得他很活潑耶 好樂觀 然後他一直想要表達 讓你知道他在教你什麼 然後他會希望你把他教的東西 看懂然後學會 然後他會一直不斷重複地教你 我覺得這個是讓我們 會願意繼續來參課的那種最大的 好 完全正確 哎呀 棒 他打得好順啊 很順啊 很順很順 很棒 即使目前的工作和跆拳道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但是跆拳道依然是樹梁的最愛 明年他也將再度披挂上陣 代表台灣出征土耳其聽賬奧運 中華杯武術錦標賽啊 中華杯武術錦標賽啊 有兩位聽賬選手參賽 一位是我 另一位是誰呢 就是戴文奇 就我們兩個白髮老人 參加高中社會組啊 沒什麼好怕的 我們兩個就勇敢上陣吧 我們兩個就勇敢上陣吧 他們這個小時候 這個也代表沒有打 然後他晚上住苗玉對不對 到台中的集中 沒有這個 協助說以為他這個台阶上不練 那今天跑得還要練 他住在台中 我練柔道 柔道啊 他是2009年啊 聽賬奧運柔道同台得主 了不起啊 掌聲鼓勵 他很熱心啊 也很認真啊 他都一直叫我參加台北京奧 要有比較多的同志 四十多年了 我記不太清楚了 以前是樹梁幫我去跟校長談 校長同意才讓我進去 和他一起密集的訓練 每個星期一到五上課都要訓練 集訓那段日子啊 真的是相當相當的辛苦啊 你啊 你呢一直都穿正統的跆拳道服 從來沒有換過 不是不是 我卻一直換一直換 我很慚愧 好像在換老婆 分分合合 一下空手道啊 一下和氣道 換來換去 真是不好意思啊 不要開玩笑了啊 你呢對跆拳道一心一意 就像對老婆許中無意啊 我管不住他 他自己喜歡就好了 很棒 管不住他 我們知道跆拳道的品勢 他強調的是干擾 速度跟力量 而且是氣的表現 但是龍人因為聽不到 所以在這個動作的行徑當中 我會有喘息聲 可是聽人可以控制這個呼吸聲 而不被扣分 可是龍人呢 常常就會被 因為聽不到聲音 喘息聲就被扣分 可是一個動 一個行場打下的20個動作 你想像扣了多少分 這個喘息聲就成為他正面賽 當然也是增加經驗 雖然成績不是非常的重要 也是說主要是以身體 健康或是快樂為主 這個是我非常佩服他的地方 同樣是已經年過半百的 聽障空手道老將戴文奇 練習空手道已經超過40年 原本因為年紀大 在上次台北聽障奧運後 就不想再參加比賽的他 由於受到數量的鼓勵與影響下 才又決定重批戰袍 和數量一起參加2017年土耳其聽障奧運 希望可以和數量一起再度為台灣爭光 那個請求請下 等一下請先頒獎 好棒啊 太棒了 我認識他差不多二十二十五年了 三十五年以上了 三十五年左右啊 認識那麼久了 很清楚他的個性 我們兩個經常交流切磋 也一直希望文才加入 王文才 但是他還是離開了也沒辦法 不要放棄一起合作才好嘛 要支持聽障武術 對 來來來 在 加油啊 加油 加油 好 加油 在跆拳道場上 駛城四十多年 過去的數量和對手比賽 靠的是求勝心 而如今的他變成和自己比賽 靠的卻是對自我意志的磨練心 聽障讓他的人生走得比別人辛苦 但是轉個彎 也讓他的人生活得很精彩 以前小的時候啊 交朋友是我最大的障礙 孤單單的 後來練了跆拳道 以武會友變得很快樂 障礙反而少了 雖然是龍人啊 但是可以透過筆壇和匕首畫腳 來切磋跆拳道 互相尊重 這要很好啊 哎 謝謝啊 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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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數量相處下來啊 他給我的感覺呢 就是鐵漢柔情 因為他外表看起來非常的剛強 實際上內心幽默又相當有趣 雖然他打趣的跟我說啊 從小練習跆拳道 練到如今呢 頭髮都白了 但是我覺得 他對跆拳道的投入 以及執著啊 無論年齡多大 始終如一 這樣的精神 非常值得大家敬佩哦 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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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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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連跟老師都可以講得這麼開心 你現在是怎樣 可憐我 謝謝你 我不用你可憐 沒有 你以為我沒人追是不是 我只是不想 我是想要有人追 可是我不想你以為我沒人追 所以可憐我 我只是 我 你不要生氣啦 你叫我走開 我 我叫你走開 小姐 這我名片 有機會認識一下 對不起 等一下 我想買兩個 走開啊 我想買一個 走開啦 小姐 我想買 你走開 小姐 我要買 走開 抱歉 抱歉啊 她今天心情不好 你別介意啊 你去那邊買 那邊 對不起啊 你也真是的 我知道你不是攤販 也不是真的在做生意 可是出門在外拍戲 你也不要得罪人嘛 ders 快 蛤 啊 啊 对不起 乔党 我拍戏太入戏了 是不是吓到你了 对不起哦 来 请你吃一根串烧 来 压压筋 压压筋 这么入戏啊 看他待会儿是不是也会那么凶啊 大家就位啊 来 手语剧场 通气男的告白 五 四 三 二 开吧 你心情不好 其实啊 其实我不大会讲话 我只是 你不会讲话 我看你每天晚上拿着麦克风讲整个晚上耶 你说你不会讲话 还是你不想跟我讲话 你不想跟我讲话就不要跟我讲话啊 我有逼你跟我讲话吗 你跟别人都可以讲话 连跟老师啊都可以讲得这么开心 他 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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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不要以为讲话很容易啊 你看他们两个人讲话啊 首先呢 两个嘴巴动来动去 手语是 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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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啊 我们龙人呢 是用手语来讲话 所以是 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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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会讲话 手语滔滔不绝 那就是 那就是 名嘴 名嘴 第四呢 不高兴 嘴巴紧闭不理人 那就是 不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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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互相不讲话呢 是头转过去 就是 不讲话 讲话讲得多啊 容易讲错话 这个讲话 讲太少呢 又容易让别人误会 你说讲话 是不是很困难呢 喂 你不想跟我讲话 就不要跟我讲话 好好好 我要逼你吗 好好好 好好好 我讲话 我说 继续拍戏吧 快过来 快过来 过来 快点 你现在是怎样啊 你可怜我 谢谢你哦 我不用你可怜 没有啦 我 我 我 别说了 你以为我没人追 是不是啊 我 我只是不想 我是想要有人追 可是我不想你以为我没人追 所以可怜我 我 我只是 我 我只是 咔 赞赞赞 人际太好了 真情流浪啊 待会儿啊 要拍双眼寒泪的特写镜头 先帮女主角补个妆吧 从眼睛流下泪水啊 手语呢 就是 眼泪 眼泪 因为流眼泪看起来很可怜 所以这个手语的另一个意思呢 就是可怜 可怜 阿雅呢 误会康康以为她没有人追 所以可怜她 你看 这个追啊 一个在前面跑 一个在后面跑 手语就是追 追 追 追啊 追啊 如果是男生追女生啊 那就是 男追女 男追女 追啊 相反呢 女生追男生是 女追男 女追男 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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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方位和方向来做区别 这样就很清楚了 装补好了吗 我补好装啦 好 准备拍脸部特写 来 来 五 四 三 二 开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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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来 去 来 来 来 去去去去 victory 走开 各位知道啊 手语也是有情绪的 比如你看我的手语啊 两只脚轻轻地走开 走开 走开 这着急地走开呢是 走开 走开 第三 生气地走开 走开 除了两只脚可以走开啊 也可以用一个人的全身来表示 轻轻地走开 着急地走开 生气地走开 所以记得啊 比手语的时候呢 表情跟手都要有情绪 而不是只用手在比划哦 好 继续拍戏 我走开了 开门 走开 小姐 这是我的名片 有机会认识一下 我们聊一聊 对不起 等一下啊 看 OK 好 今天就拍到这里 大家辛苦了 来来来来 各位看这个摊位是不是很逼真啊 你看这个串烧多美味啊 啊 嘿嘿 嘿嘿 假的 我呢 要特别感谢手语剧场幕后的几位助理 来来来来 来来 来来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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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 要帮观众朋友复习教过的手语了 来 大家一起来啊 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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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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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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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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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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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追 追 男追女 男追女 女 女追男 女追男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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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复习完了 老板 这三种各买一串要辣啊 走开 走开了 走开 大家别激动 你看都把客人吓跑了 冷静一下 各位观众朋友 请欣赏刚才拍好的手语短剧 《空气男的告白》 不要走开 千万不要走开 不要走开 你给我走开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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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情不好 其实啊 其实我不大会讲话 我只是 你不会讲话 我看你每天晚上 拿着麦克风讲整个晚上 你说你不会讲话 还是你不想跟我讲话 你不想跟我讲话 就不要跟我讲话啊 我有逼你跟我讲话啊 没有啊 你跟别人都可以讲话 连跟老师都可以讲得这么开心 我 我 你现在是怎样 你可怜我 谢谢你哦 我不用你可怜 没有啦 我 别说了 你以为我没人追啊 是不是啊 我 我只是不想 我是想要有人追 但是我不想你以为我没人追 所以才可怜我 故意追我 我只是 我 我 我只是 我 你不要生气啦 你给我走开啦 我 我 我叫你走开 走开 小姐 这是我的名片 不 有机会认识一下 我们聊一聊嘛 对不起啊 等一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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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莲乔 你一个人买这么多便当做什么 这些便当啊 不是我买的 是中午剩下的 我觉得丢掉很浪费啊 想说带回去热一热 还可以当晚餐吃呢 哎 哦 你会不会也太节俭了 连晚上的便当钱都要省 哎呀 你啊 真是太无知了 这是避免浪费食物 你知道吗 现在全世界啊 所生产的食物 有高达三分之一呢 不是吃到肚子里面 而是被当成垃圾 给浪费掉的 但是呢 世界上每天呢 却有大约八亿五百万人 因为没有食物 必须饿着肚子睡觉 啊 这数据也太恐怖了吧 是啊 而且啊 除了浪费食物 制造这些食物的环境成本 也高得惊人啊 嗯 这又是怎么说呢 我们都知道啊 每一个地方的食物 在生产制作等等过程当中啊 都会产生二氧化碳 嗯 我们这样比喻好了啊 嗯 如果说把废弃的食物啊 当成一个国家 那么 它将会是全球排名第三大的二氧化碳排放者 仅次于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呢 哦 你这么一说啊 我也想起前一阵子看到的一篇 关于食物银行的报道 所谓的食物银行 就是呼吁大家 把家里买的太多或是吃不完的食物 可以捐到这些食物银行 当然全球市必须没有过期 然后呢 他们会把这些食物送到有需要的社福机构 或是家庭去 这样一来 既解决每个人食物放到过期 或是吃不完的问题 也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弱势家庭哦 不错吧 尤其是啊 现在快要年底了 很多人呢 都会收到一些送礼的一些礼品啊 有时候啊 太多了自己根本就吃不完 那就可以送到食物银行去 这样呢 也不会放到都过期了 是啊 最重要的观念 还是希望大家在购买的时候 不要一次买太多 尤其是现在量饭店那么多 很多人都习惯一整箱一整箱的买 但能真正吃完的啊 真的是很有限 所以最好还是买一些短期内吃得完的 就好了啊 好了 说了这么多啊 我也要赶快回去吃我的便当啦 听听看 我们下周再见 别忘了哦 下周要继续准时收看 听听看哦 如果大家有什么生活资讯 想要跟我们一起分享 也欢迎到听听看的脸书 留言给我们哦 听听看 下周见 拜拜 你们看看啊 那边的停车场走道 好多车子来来去去 不仅得一下子搬回来又搬出去 哎呀好辛苦啊 好可怜啊 是不是 你看 好了 我忘了 接下来要说什么了 好 咱们举手开始了 久了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